2月16日,BDIY指數,波羅的海干散貨運費指數,收530,見兩年半低位 4月6日升至1560,七星期標幅194% 航運相關股可博小陽春 中遠海控,1919,H股市值285億元 街中市值1872億元,東方海外,316,市值984億元,海峰國際,1308,市值446億元,太平洋航運,2343,市值162億元 4-1,選中遠海控 1-往即計,按以宣布2022財年盈利計 中遠海控P1.1倍,東方海外1.3倍,太航2.8倍,海峰2.9倍 4公司今年運費下跌,盈利回落,超低P難以維持,但亦不至高得裸命 2023財年,彭博綜合券商預測,東方海外預測P3.4倍 中遠海控4.2倍,太航5.6倍,海峰6.5倍 2-以2023財年彭博綜合券商預測計 中遠海控PB0.57倍,東方海外0.87倍,太航1.01倍,海峰2.83倍 3-善意2022財年末期息計 東方海外股息率23.9厘,包括特息 共35.57港元,中遠海控18.6厘,1.59港元 海峰9.6厘,1.6港元,太航8.5厘,包括特息 共26港仙 4.中遠海控去年底首淨現金减去末期息255億港元後 首上淨現金仍高達1760億港元 每股淨現金高達10.9港元,相等於現時股價8.61元的百分之127 或除息後股價7.02元的百分之155 東方海外仍有淨現金482億元 每股淨現金73元,相等於現時股價149元的百分之49 或除淨後股價113.4元的百分之64 海峰去年底首上淨現金 只相等於現時公司市值的百分之14 太航去年底首上淨現金 只相等現時公司市值的百分之3 5.中遠海控持現金比例超高 未來並購能力高強 具注資概念 有回購股份可能 以及有能力維持派高息 有助提高EPS 中遠海控現價8.61元 較即前高位9.39元跌8% 趁低上船 目標11.2元 潛在升幅30% 大和上周看13元 中金上周看11.87元 联邦制約3933 市值102億元 去年業績優移 現價5.6元 今年以來升幅14% 升勢未盡 12022财年 12月年结 联邦营收113.3億元人币 增长17% 順利15.81億元人币 EPS0.87元人币 大升60% 去年上半年順利6.3億元人币 按年只增1% 下半年賺9.51億元 按年暴升161% 集團的上游業務 中間體及原料藥業再次刷新歷史新高 去年研發投入5.94億元人币 增加28% 於糖尿病 眼科等藥物取得多項重大進展 2.2023财年 联邦盈利預測18.5億元人币 PS1.02元人币 增長17% 現價預測4.8倍 较2019年以來平均折讓5.5倍 3.聯邦2023財年預測PB0.76倍 较2019年以來平均折讓21% 4.聯邦2022財年已派中期息5分人币 末期派14分人币 令加特息6分人币 全年共派0.25元人币 激增1.9倍 2023財年 預測全年派0.3元人币 預測股息率6.1里 较2019年以來平均高出3.6里 5.去年底 聯邦手上淨現金29.72億元人币 33.9億港元 財政穩健 相等於公司市值的33% 聯邦現價5.6元 目標7元 潛在升幅25% 大華繼遣3月7元 中泰3月6.65元